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拳 赛罗奥特曼来面包超人的汉堡店了 他今天要买什么汉堡套餐呢? 首先他选了这个牛肉汉堡 哇,还有一个红色的奇趣蛋 这里面装的好像是一只小怪兽 那么打开看一下谁呢 诶,还有两个小触角 他的嘴巴好像一个零钱袋的拉链呀 那大家知道这只小怪兽叫什么名字吗? 赛罗戴上非常酷呢 他看了一下菜单 再来一份鸡块吧 最后再来一杯绿茶 哇哦,赛罗看到这么多好吃的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开吃吧 嗯,好吃 实在是太棒了,吃得好饱啊 吃饱的赛罗突然变高变大了 好神奇啊 诶,小怪兽消失了 变成了一个真的怪兽 赛罗一拳就把他打倒了 贝利亚也来到了汉堡店 看一下他点一些什么套餐呢 他要鸡肉汉堡 还掉下来了一个黄色的鳍鹊蛋 这里面也是一只小怪兽 看看是谁 哇哦,这个是奔跑中的雷德王 贝利亚觉得这个怪兽小挂戒非常酷 带上去也很不错 那再来一份苹果派吧 最后来一杯可乐 好的,他的套餐点好了 嗯,好香的鸡肉味啊 赶紧开吃吧 嗯,果然美味 还有可乐 贝利亚也吃得好饱啊 哈哈,吃饱的贝利亚能有变大 反而缩小了 他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的小挂件也不见了 哦,原来变成了大的EX雷德王 他要护送迷迷的贝利亚回去 帅气的初代奥特曼来到了汉堡店 我们看看他点了些什么呢 来一份芝士牛肉汉堡 哇哦,他得到了一个蓝色的崎岖蛋 看一下他的会是什么怪兽呢 好像是巴尔坦星人 果然是 我们看到了他的两个钳子 他的身上还附着很多小的巴尔坦星人 好有意思啊 初代非常喜欢这个挂件 我们也帮他挂在脖子上 看上去很不错 他还要来一份炸薯条 好的,炸好了 嗯,好香啊 再来一杯红茶吧 闻到这些香味 初代的肚子都咕咕叫了 太美味了 哇哦,吃得好饱啊 哇,初代奥特曼也变高变大了 哇哦 诶,小挂件也不见了 哦,真的巴尔坦星人来了 他攻击了奥特曼 可是被奥特曼一拳就打倒了 哈哈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奥特曼汉堡店的玩具故事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